眼前这个只有九岁的女孩 表面上虽然长着一副天使的面孔 可背地里却隐藏着一个杀人恶魔 只因同学得到了她想要的奖牌 她便面露阴狠 报复的想法也在心里游然而生 于是 趁着家长们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 她便设计将其给骗到了悬崖边上 事后 艾玛开心地回到父亲身边 也就在这时 一声尖叫打断了几人的谈话 不久后 人们在牙底发现了脉络的尸体 看着众人慌忙的样子 艾玛的嘴角竟露出了一抹笑容 回到家后 父亲马克也和姐姐聊起了这件事 此时姐姐还在担心 这件事会不会给艾玛带来什么影响 可殊不知两人的谈话 早已被躲在暗处的艾玛尽收眼底 随着时间来到第二天 马克本想趁着早餐安慰一下女儿 不想艾玛却表现得毫不在意 不仅大口地品尝着燕麦 双腿还在椅子下不停地晃动 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起初马克以为 女儿只是因为年纪太小 还不清楚死亡意味着什么 但他却不知道 看似温柔可爱的女儿 竟然是一个天生的坏主 由于马克的妻子早逝 为了更好的照顾女儿 马克便给艾玛找了一个保姆 可这个保姆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虽然马克的年纪有点大 但他可是附近有名的富豪 因此保姆变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这天趁着收拾东西时 保姆偷拿了马克的两颗镇病剂 但他不知道 这一切竟全被艾玛看在眼里 于是在两人独处的时候 艾玛便将这事说了出来 并且还以此作为要挟 虽然保姆的心理十分不爽 但对方掌控着自己的把柄 保姆也不得不乖乖地照做 很快 学校也为麦洛举办了场葬礼 而作为麦洛的同桌 艾玛自然也参加了这场仪式 可刚还一脸无所屌尾的艾玛 在看到麦洛的父母以后 竟神奇地流出了几滴眼泪 这时麦洛的母亲 也向马克询问起了奖牌的事 你没有中心 我认为可能是在底下 有什么我可以做给你 如果你有什么照片 他们有什么照片 他在他玩 在他 在他 然而此时的马克还不知道 那块奖牌就藏在女儿的床下 你在我的室室 他只是拿起来 他一直拿起来 他一直拿起来 虽然感觉女儿有些异常 但马克也没有多想 在将小熊递给艾玛以后 马克便直接离开了这里 可不想就在当晚 马克在翻阅照片时 却发现艾玛的眼神 净死死地盯着麦洛的奖牌 哪怕是作为父亲的马克 在看到这个眼神后 也不禁感觉几倍一阵发凉 次日 艾玛的老师突然前来造访 然而在与老师的交谈中 马克似乎也意识到什么 听到这 艾玛立马就意识到了不妙 于是为了保守住这个秘密 她便将家里的马蜂窝摘下 偷偷地放进了老师的车里 至于结果自然也是可想而知 可老师的问题虽然解决了 但保姆可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她 面对保姆的威胁 起初艾玛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可不想这天 她才当和父亲打完招呼 就在台灯里发现了那枚奖牌 尽管艾玛及时将气藏了起来 但她那异常的行为 还是引起了父亲马克的注意 看着父亲的不善的眼神 艾玛也只好将奖牌交了出来 而在看到奖牌后 马克瞬间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连忙询问艾玛奖牌的事 也就在这时 保姆的话给了艾玛致命一击 此时艾玛恶狠狠地盯着保姆 甚至恨不得用眼神杀了她 但就在转过头的瞬间 她又突然换了一副面孔 因为眼下最主要的 就是先将父亲给糊弄过去 于是艾玛便编造了一个谎言 她表示自己和麦洛玩了个游戏 而这枚奖牌就是玩游戏迎来的 只不过后来因为麦洛失踪 自己才将奖牌给留了下来 尽管马克的心里还有些疑惑 但现在最主要的 还是先将奖牌还给麦洛的家人 那你找到哪里 面对麦洛母亲的疑问 马克也只好将艾玛的说辞 重新又复述了一遍 听到这 麦洛的母亲也没有起 而在接下来的谈话中 马克也得知了老师死亡的事 起初马克也没有将这件事 他认为老师的死可能就是偶然 可不想就在第二天 马克在工作时竟无意间发现 仓库下的蜂窝竟消失不见了 再联想到女儿最近的反常 马克也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于是这天 马克便为艾玛安排了 为心理医生 可面对医生的提问 艾玛却表现得极为乖巧 凭借着出色的表演 他又成功地躲过了一劫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为了紧早上位 保姆也不准备继续装了 Stay away from my dad Or what? Wouldn't I make a good step, mom? You don't scare me, little girl I don't care if you stood there And watched that little kid drown Or even if you pushed him in Where I come from A spoiled little princess like you Ain't nothing Believe me It's not nice to threaten people But you and me We're not nice Are we 看着保姆这嚣张的行为 艾玛也在心里下定了决心 于是就在当天夜里 趁着马克出去约会的见习 艾玛也设计将保姆引到了仓库 Emma! Emma, let me out of here This isn't funny Emma! Emma! 看着仓库里燃起的火电 小保姆当时就慌了 也就在这时 艾玛的身影也突然出现在窗前 看着保姆的身影被火焰吞噬 他这才放心地离开了这里 当马克得到消息赶回来时 原本的仓库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一想到保姆的尸体就在里面 马克当即忍不住就吐了出来 但接连死了三人 马克也不得不对艾玛起了疑心 于是就在当天夜里 马克怀着沉重的心情找到艾玛 这次他也没再犹豫 直接对女儿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起初艾玛还想要继续伪装 可在马克的一再逼问下 他终于还是将事实给说了出来 She still pills for me I watched She fooled you You weren't gonna do anything about it So you did someone had to 看着女儿这冷漠的样子 马克也不禁感觉几倍一阵发疗 随着时间来到第二天 还在沉睡的马克 突然被一通电话吵醒 而来电的人正式调查火灾的警长 原来是他们调查出了火灾的起因 于是警长希望能和马克当面聊聊 听到这 马克便找了个借口 委婉拒绝了警长的提议 并表示等自己忙完后 会到警局配合他们调查 尽管艾玛犯下了滔天大罪 但他终究还是自己的女儿 马克还是不想将他亲手送入监狱 于是他便带着艾玛来到了湖边的别墅 但出于对自身的安全着想 马克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准备 可见于女儿现在已经杀了三个人 马克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渐渐冷淡 而这种冷漠的表现 也让艾玛的心里感到十分的不适 于是就在这天 他打开了别墅里所有的燃气开关 试图制造场意外让马克长眠于此 好在是马克及时醒来 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也就在这时 马克也在湖边看到了艾玛的身影 听到这 马克的心也彻底死了 他已经不再抱有任何期望 因为他知道 艾玛已经无药可救 哪怕是将他送进监狱 出来后他仍旧会继续作恶 于是这天夜里 他将所有的安眠药全部拧碎 打算亲手了结了艾玛的生命 可不曾想他当将对了药的果汁端过去 艾玛就表示想要加一点奶油 在马克出去的间隙 他也趁机调换了两人的杯子 不久后 喝了果汁的马克沉沉地睡去 反观艾玛却突然睁开了双眼 随着画面一转 直接艾玛拿着手枪 直接对准了马克的脑袋 好在是子弹并没有射中马克 巨大的响声也让他瞬间惊醒 看着艾玛手中的武器 马克瞬间就意识到了怎么回事 他起身就想去抢 可艾玛却丢下手枪 直接拿过马克的手机 拨通了报警电话 911 911 911 说完艾玛便躲进了浴室 而此时马克也已经追了出来 尽管身体里的药效还没有退去 但马克知道自己绝对不能留艾玛存活于世 可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听到求救生的邻居却挡了过来 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免受其害 马克当即就准备结果掉艾玛 不想下一秒 就这样 身中要害的马克直接血洒当场 而艾玛也被警方顺利救出 成功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完美脱子 随后在咕咕安琪拉的怀抱中 艾玛也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转眼四年的时间过去 年幼的艾玛也已经长大成人 可这却并没有磨灭她的本性 这天 她在客厅六湾十五一间发现 自己年幼的老表似乎正在越狱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她非但没有上前阻止 反而还将其引诱到了泳池边上 望着老表那不断爬行的背影 艾玛的嘴角也露出了一抹笑容 也就在这时 幸好姑妈安琪拉及时出现 这才救了老表的一条小命 虽然悲剧没有发生 但罗伯还是遭到了妻子的训斥 看着两人不欢而散的身影 艾玛也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里 然而这时 罗伯也发现了泳池边上的饼干 看到这的罗伯一脸懵逼 自己明明已经将她放进了厨房 可她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里 尽管罗伯的心里有些疑惑 但她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随着时间来到第二天 艾玛一如往常那样来到学校 可就在下车时 她却无意间发现了张招生海报 听安琪拉说 这是罗伯特意为她找的新学校 此时的艾玛差一点就被她逗笑 尽管内心十分地不满 但她还是表现出很开心的样子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课堂上 老师为他们介绍了一位新同学 可让艾玛感到不解的是 这位新同学从坐下的那一刻起 目光就有意无意地在盯着自己 虽然心里有些疑惑 但艾玛也没有多想 她的同学恰恰就是多年前 被她故意撞倒的凯特 很快 时间变到了下午的舞蹈课 由于要竞选舞蹈队的领队 艾玛也在极力表现着自己 可不想因为过于紧张 艾玛竟频繁地出现失误 最终她也被老师换了下来 看着正在05的斯蒂芬 坐在一旁的艾玛心里十分不爽 虽然艾玛表面上看似毫不在意 可背地里却已经动起了坏心思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她才刚回到家 就接到了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 原来是罗伯已经安排好了学校 准备过完这个期末就将她送去 听到这个艾玛本想拒绝 可在安琪拉的劝说下 她也没有了再继续拒绝的理由 但她却死死地捏着橘子 显然艾玛的心里没有那么平静 果然在回到房间后 艾玛就换了一副嘴脸 只见她拿起一旁的抱枕 随后愤怒地就嘶吼起来 等释放完所有情绪 艾玛便决定要给罗伯一个教训 于是就在当晚 她偷偷地来到二楼 看着仓库里正在修车的罗伯 阴狠的想法也在心里悄然生气 但在杀死罗伯之前 艾玛还是决定要收取一点利息 可不想罗伯前脚刚走 她就往玻璃加了大量的食用人 接着又将火调到最大 很快烟雾的警报就传到了二楼 等艾玛赶到这里时 刚好看到罗伯正在摆弄着牛排 Robert, the fire extinguisher is under the sink Emma, no, don't I thought you were supposed to be watching it I was watching it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I left it with Emma I had to go to the bathroom I was gone for two seconds It's not my fault Well then whose fault is it? Okay, quiet Please, both of you Should we just do takeout again? Takeout's fine 看着艾玛这小人得志的表情 罗伯的心里也不免有些无语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回到房间后的艾玛 就坐在镜子前练习起了道歉 Robert, I want to apologize Uncle Robert, I just wanted to apologize 很快 整理完表情的艾玛便找到罗伯 他先是夸赞着罗伯勤劳能耽 接着又对昨天的事情表示抱歉 一番鬼迷热眼的说辞 罗伯竟真的相信了艾玛的鬼话 随后,艾玛又表达了想去寄宿学校的想法 毕竟那里90%的学生都进了长青头 听到这罗伯感觉十分的欣慰 他还以为艾玛是真的变好了 甚至还开心地给了他一个爱的抱抱 可此时的罗伯还不知道 真正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 随着夜幕降临 罗伯依旧在仓库里修理着汽车 可不想这时 仓库里的灯不知道被谁给关了 Angela Angela 见无人应答 罗伯便继续修理起了汽车 谁知下一秒 数吨重的车子直接压在罗伯身上 随之而来的剧痛也让他昏迷过去 可就在昏迷前 罗伯却看见一道人影从眼前闪过 随着时间的流逝 刚要睡觉的安琪拉见罗伯迟迟未归 于是便准备前往车库看看 可不想刚到这里 他就发现了被压在车下面的罗伯 与此同时 艾玛也来到斯蒂芬的家里参加聚会 其目的就是想制造出不在场的证据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出意外了 只见凯特居然也来到了这里 在交谈的过程中 凯特表示他和艾玛来自同一个地方 听到这的艾玛脸色突然发生了变化 随后几人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游戏 在游戏的过程中 凯特含杀摄影的暗示艾玛曾杀过人 好在是艾玛反应的及时 这才没有将当年的事情给暴露出来 而凯特的表现 也让艾玛想起了他的身份 此时另一边 身受重伤的罗伯也被送到了医院 这时收到消息的艾玛 也在朋友母亲的陪同下赶了过来 在安琪拉的口中 艾玛也得知了罗伯现在的情况 当听到罗伯还不知道能不能醒来时 他还真的留下了几滴眼泪了表心意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艾玛的生活可以说过得十分的惬意 就连老表那调皮的样子 在他的眼里也变得可爱起来 可不想这天 昏迷中的罗伯突然醒了过来 但让人感到不解的是 罗伯居然问起了艾玛的消息 很快 艾玛也在姑姑的口中得知了这件事 当听到安琪拉要给罗伯接回来时 艾玛的心里慌得一批 因为他可不确定罗伯有没有看见他 尽管心里十分的紧张 但他还是表现出一副开心的样子 然而艾玛却并不知道 罗伯的本意 其实是在担心他有没有受伤罢了 可这时的艾玛已经没有心情在想这些 因为舞蹈队的评选时间已经越来越近 他坐在斯蒂芬的家门外 看着那条正在撒欢的狗 心里知道必须得做点什么 于是他将狗偷偷地带到树林 接着一把揪住他身上的搏套 随后便举起了手中的匕首 次日 当艾玛再次来到学校时 狗狗被残害的消息 也已经传遍了整个学校 据说现场就犹如恐怖电影一样 而艾玛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影响到斯蒂芬的心态 从而让自己当选舞蹈队的队长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尽管当天斯蒂芬没有参加竞选 但他还是被投票选举成了队长 这一结果也让艾玛十分的气愤 可不幸的消息却接踵而至 刚回到家的艾玛就被告知 周末要去参加寄宿学校的面试 而这一消息 也让艾玛的心情瞬间雪上加霜 他不断地抖动着霜腿 随后拿起地上的垃圾袋 直接就套在了自己的头上 只有这种濒临死亡的感觉 才能让他快速地冷静下来 随着时间来到下午 在他的试探中 艾玛惊讶地发现 罗伯好像并不清楚当天的事 这也让他的心瞬间放了下来 然而意外来得总是这么突然 这天艾玛才刚来到学校 凯特就直接找上了他 听到这 凯特直接告诉艾玛别装了 不管是当初脉络的坠崖 还是老是意外发生了车祸 亦或者是被烧死的保姆 包括你父亲的死亡 这些不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吗 不过即便你机关算尽 也没想到斯蒂芬还是剩你一筹 话音刚落 艾玛便抓住了凯特的胳膊 看到舔狗内森的一刻 艾玛立马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也就在这时 看到这一幕的老师也走了过来 在艾玛一番鬼迷日演的说辞下 凯特也被老师禁足了一个星期 不久后艾玛便被内森送去了医务室 可等医务人员走后 他却找到药品柜的钥匙 将这里治疗癫痫的药全部偷走 为了尽快解决掉凯特 当晚艾玛便跟安琪拉说了这件事 她是这女孩和她的猫 她从 St. Aldens 离开了 你知她她的同层级别人吗? 我还没有同层级别人 她今天被我碰到了 什么? 于是次日 安琪拉便给学校的领导打句电话 要求校方必须要追究凯特的责任 也就在这时 斯蒂芬的母亲找了上来 因为两人都是同事 又是住在一片小区 于是在聊天时 安琪拉自然而然地问起了狗的事 他们还没有解决谁这事 没有,没有 一旦的狗人看到有人走着狗 我们有点在我们的保护器 但没有人 determinate 谁做什么这样 谁杀了一个犬犯人 Harold觉得我独自然 但我可以认识 那是一位女士在那里 我送给你 对 但是 告诉 Emma 感谢上 我回到电影 船长 可此时的安琪拉还不知道 她的好大只爱玛竟又起了腰额子 只见爱玛悄悄地拿出手机 给斯蒂芬发了一份视频文件 而在看到消息后 斯蒂芬也一过地将其打开 可不想突然一阵闪屏传来 直接导致斯蒂芬的癫痫瞬间发作 随后爱玛又趁机拿走了她的手机 而接下来发生了一切 也全在爱玛的预料之内 最终斯蒂芬也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看到这个凯特心里也清楚 这一切肯定就是爱玛倒的骨 与此同时 安琪拉也收到了同事发来的视频 可就在查看视频时 她却惊讶地发现 监控里出现的黑衣女孩 赫然就是自己的好大只爱玛 于是在回到家后 安琪拉便质问爱玛都做了什么 起初的爱玛还想要狡辩 可就当安琪拉说斯蒂芬已经死了 并且还拿出了她家的监控录像后 爱玛就立马换了一副表情 她表示斯蒂芬的死与自己无关 而偷走她家的狗 也是为了想要当选舞蹈队的队长 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安琪拉只好先对她进行安抚 但此时她的心理 还是已经对爱玛起了疑心 这天 保姆将罗伯推出来欣赏风景 可就在两人闲聊的时候 屋内却传来了东西碎裂的声音 保姆跑进去一看 发现是相框掉下来打散了药盒 也就在这时 爱玛也端着一杯咖啡走了出来 不久后保姆就找到爱玛 表示自己需要收拾一下东西 希望她能帮自己照看下罗伯 听到这的爱玛欣然同意 随着一阵微风吹过 罗伯也感受到了一丝的凉意 她呼喊着爱玛想让她推自己回去 可爱玛却故意地转过身 假装着打电话忽略了罗伯的呼喊 眼见如此 罗伯便想自己爬到轮椅上 结果一个不小心 她的身体重重地摔了下去 这时 听到声音的保姆也跑了出来 看到这 爱玛连忙跑过来帮忙 这时爱玛表示自己刚刚在打电话 并不是有意要忽略了她 当然罗伯也没有怪罪她的想法 可不想就在这时 此时的罗伯也知道 害自己断腿的人就是爱玛 于是就在当晚 在爱玛给自己送饭的时候 罗伯直接就揭穿了她的伪装 我认为你认识了 我认识的事情 我认识是你 你什么要做的 这就是我认识的事情 我认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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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说 罗伯这智商也是有些感人 可爱玛真的会就这么轻易地放弃吗 次日 安琪拉找到罗伯 表示自己要去拜访一位老友 为了能够保护罗伯的安全 她还将带有摄像头的玩具熊放在屋里 显然安琪拉对爱玛已经开始有了怀疑 但她却并不知道 就在她上车的一刻 爱玛也在二楼死死地注视着她 很快 安琪拉也到达了此次的目的地 而她要拜访的人 赫然就是当初开枪打死了马克的邻居 简单的一番交谈后 安琪拉便问起了当年的事 听到这 安琪拉也流出了痛苦的眼泪 原来自己的弟弟当初早已知晓了一切 可现在显然已经有些晚了 因为爱玛已经开始了她的计划 眼看暴雨即将来临 保姆也表示要提前离开一会儿 听到这 爱玛便偷偷将保姆的手机顺服 与此同时 安琪拉也给家里打去电话 不想爱玛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随后她又想联系保姆 可电话才刚通就被爱玛直接挂断 这时爱玛也开始了她的第二步计划 而为了能将凯特引诱过来 爱玛也在电话里表示 只要凯特过来 她便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给她 接着 爱玛又找到暗恋她的同学内森 表示自己约了凯特 并希望她也能过来拒绝 作为爱玛最忠实的舔狗 内森自然答应了爱玛的邀请 不久后 凯特也按照约定赶了过来 虽然她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但刚一进门 她还是中了爱玛的招 与此同时 安琪拉也在朝着家里赶来 可她是怎么也想不到 保姆的手机 已经被爱玛牢牢地掌控在手里 看着安琪拉发来的短信 爱玛也知道自己是时候该动手了 起初的她还想在凯特面前伪装 可不想凯特根本不信她的鬼话 不过爱玛也没想过她能相信自己 因为她这么做的目的 也仅仅是为了拖延时间罢 听到这凯特当场傻意 果然这事 凯特也察觉到了不对 她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却发现根本无能为力 说完爱玛便拿起手机 直接标起了演技 我那左右 请帮你 我的名字是爱玛珍 有这个女孩 她是南氏 我竟然做了个叫 我搞了一盏 而且她拿起手机 她在车會摆射 她是引起我的 请�assemble 求紧 曹 你 怎么变成 去 现在是适程的 我给你回开 我是每个人 I'm a psycho That's fun to say Too bad no one will ever hear that This is Levia Milo This is Ellis Chloe My dad Stephanie My ridiculous dog But the Robert You guys all just cause too much trouble Don't mess with the psycho 解决完凯特以后 艾玛便打起了罗伯的主意 她先是播放起老表哭泣的声音 起初的罗伯还真以为老表在家 于是她大声喊着安琪拉和艾玛 见无人回应以后 她便拖着半残的身体爬向二楼 这时 艾玛也将家里的燃气全部打开 随后她又在锅里加满了食用油 不久后 燃起的烟雾也成功触发了警报 但此时的罗伯已经顾不了太多 她只想尽快找到自己的好袋 这时艾玛也将汽油洒满了厨房 做完这一切后 她便将汽油桶放在了凯特手里 与此同时 身残之间的罗伯也爬到了婴儿房 但当她看到了老表床上的手机后 此时的罗伯也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也就在这时 安琪拉也赶了回来 安琪拉 很快便找到了罗伯的身影 但由于火势太大 并且两人都吸入了大量的浓烟 最终因为体力不支 安琪拉也和罗伯重重地倒在地上 不久后 接到报案的警察也赶到了阵 这时艾玛的后手也发挥了作用 内森的到来也给了她脱罪的机会 伴随着爆炸声的响起 艾玛紧抱着老表 在内森的怀里露出了一抹邪恶的笑容 影片的结尾 安琪拉和罗伯成功葬身佛海 艾玛也顺利继承了他们的财产 但鉴于她和老表都还没有成年 社区还是找了为女士收养他们 不日后 艾玛也将带着老表一同前往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而老表以后的生活会是如何 兴许坏种三会给出一个答案 好的电影需要耐心品味 我是以诺 咱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